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猎奇的视频频道 时间已经来到2023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会翻墙了 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 老外都用什么陛下的软件APP 或者比较适合我们大陆用户的一些陛下的APP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16个 当你看完影片后 我相信你不仅仅会得到娱乐体验 也会丰富你的知识和认知 第一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我们熟悉的YouTuber 在国内也被称作为油管 它是全世界第一视频网站 同时也是全世界第二大搜索引擎 里面的内容呢 我只能说是应有尽有 真的可以说是海量 那么它的全球用户截止2022年 已经高达20多亿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第一个讲它的原因 如果说你不知道 在这海量的内容当中看什么 那么我教你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维基百科上 找到中国大陆YouTuber 频道地缘人数排行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所感兴趣的内容 进行一个选择 第二个Reddit 这是个社交新闻的一个站点 它们有一个口号 提前于新闻发生 来自互联网的声音 我们用户能够浏览 并且可以提交英特网上 内容的连接 或发布自己的原创 或者是一些用户提交文本的一些帖子 那么其他的用户 可以对发布的帖子 进行高分或低分的一个投票 那么得分突出的帖子 就会被放到一个首页 另外呢 用户可以对发布的一些帖子 进行评论 以及回复 或者是回复其他评论者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在线社区 三 Nion 这是一个即时通信软件 它于2011年6月发布 目前全球注册用户了超过4亿 它的聊天表情贴图超过有250种 让用户在使用它时 多一个新型的传达工具 那么在日本和中国台湾 最常见的聊天软件 就是Line 目前在日本拥有8200万 约活跃用户 中国台湾地区 共约2300万 它的中国台湾分公司 也拥有2100万用户 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体验一下Line 是Telegram 我们大部分人习惯叫它TG 或者是电报 这是一款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 那么我们用户可以相互交换 加密与智慧消息 发送照片 影片等所有类型文件 这是我目前使用力 仅次于YouTuber的一个APP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在电报上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容纳20万人的一个交流群 那我们再想想 其他的聊天通信软件 有谁可以做到 某客和某信 在他的面前就是个弟弟 总之呢 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此 你能想到了 都能够在上面找到 那么电报了目前越活跃用户 记住这是越活跃 是在5亿 而且呢还在持续的增长 我也专门做了一些 电报的基础影片教学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查看我影片又上有的一个教程 第五个赖飞 那么我们又叫他网飞 它是全球化流媒体播放平台 那么支持190多个国家 包括各种语言 比如中文 英文 俄语 西班牙语 德语等等 赖飞与国内的某奇艺 某讯视频是非常的相似 但它却有一套 完全不同的一个盈利模式 赖飞从来只卖会员 不卖广告的 也从来没有点播这种模式 只要是影片一旦引进 就是全部上映 一集都不留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良心 所以赖飞绝对是一个 安心看剧的地方 绝对没有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打得到你 除非你家里的一个 网络环境不是很理想 如果说 你也想观看一个赖飞的独家影片 同时呢也想拥有一个赖飞账号 可以看一下我影片下方的赖飞小铺 第六个迪士尼家 它是由迪士尼推出的 在线流媒体视频点播平台 那么是和赖飞差不多的 同时呢热度也是比较高的 流媒体平台之一 虽然它推出的时间不长 但是内容IP呢是非常的强大 一样的 我们在大陆地区也是不能够 直接进行访问的 所以大陆朋友需要一点魔法 那目前据我所知 美国新加坡香港 或是英法德等欧美的一些魔法 是能够支持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魔法 都能够打开迪士尼家 是需要魔法进行支持的 因此要求要比赖飞还要高一些 不过呢都翻出来了 这个对里面来讲 肯定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你也想观看 迪士尼家的一个内容IP的话 可以看看我影片下方 赖飞小铺 里面也是有迪士尼的一个账号的 第七Spotify 那么这是一个音乐APP 它的音乐分类了 对比国内某些音乐软件 更加专业 并且推荐非常精准 比如国内秋秋音乐的 一些音乐分类里面 就没有出现一些像 灵魂音乐 雷鬼乐 巴西音乐 这种可以独立分出的类型 而且它是不存在像国内 有些音乐平台 你不付费连视频的几乎都没有 在所在地区 所有有版权的音乐 都可以听到完整版 而且国内音乐软件的一个界面 日益用种杂乱 广告繁多 给我的感觉就是 音乐软件变成了一个社交软件 同时呢 我通过对比 就算是免费的版本 它的音质甚至在秋秋音乐 无损音乐之上 那么付费版 完全就是一个音乐级的存在 第八个TikTok 那么估计很多国内的朋友 不知道TikTok 甚至可能还有很多人 都是没听过的 但是一说到抖音 在国内几乎是人尽皆知了 那么作为如今的国民级应用 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突破了6亿 但是字节条动怎么可能概率频繁 于是呢 抖音国际版TikTok就横空出世了 那么跟国内抖音一样 TikTok也是一个娱乐化短视频平台 跟国内抖音差不多 我们在TikTok上 每个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 并且呢 鼓励用户通过他们的视频分享它 并鼓励用户通过他们分享的视频 来传达他们的激情和创意表达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TikTok就是一个自带商业属性的短视频平台 第九个Instagram 有很多人又叫Inis或者是IG或者是一个照片墙 它是一款最初运行在IOS平台上的一个移动应用 以一种快速美妙和有趣的方式 将你随手装拍下的一个图片分享给彼此 这里呢 有的人可能会问安卓用户是不能用 其实安卓用户可以完全放心 因为呢 安卓版的一个Instagram 已于2012年4月3日 登陆安卓应用商店Google Play了 同时呢 它在国外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社交的APP 那么很多国外的明星 都是很喜欢使用Instagram的 所以对于喜欢国外明星的人来讲 Instagram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必备神器了 我们可以在上面搜索 我们喜欢的国外球星 或者是外国歌手 或者是浏览国际新闻等 第十个 退期 那么退期呢 是一个面向视频游戏的一个 十四流媒体视频平台 那么总部呢 是位于美国的旧金山 退期每月的一个访问量 超过了3800万 同时又超过2000万个游戏玩家 汇聚到这个平台上面 每个访问用户 日平均停留时间为1.5个小时 它是支持28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语言 总之那一句话 你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 我们国内的一些某鱼 或者是某鸭的一些直播类游戏平台 所以有新的小伙伴 可以去尝试观看一些 国外游戏大闹的一些直播 这样呢 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一个娱乐体验 也可以让我们学到一定的游戏基础 第十一个 推特 它是一个全球性新闻和信息社交平台 它的一个界面是非常的简洁 看着是干净舒适 我们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 或者是一些信息 或者是了解关注 明星大咖的一些最新动态 而且呢 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 来实施网络内容的一个过滤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国际版的一个微博 除此之外 当你无聊的时候 也可以加入到一个互动团队 那么与他人分享 你感兴趣的一些事情 在推特上 用户看到任何新闻 我们都可以实时的分享 并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可以参加全新的热点 讨论内容 发表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见解 同时呢 实施更新新闻信息 给到用户极佳的一个阅读体验 所以呢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么第四个 PayPal 那么我们又叫他贝宝 我简单一点讲 支付宝大家都用过吧 那么PayPal就跟支付宝 是一样的原理 其实呢 最开始支付宝 就是按照PayPal的一个套路来做的 那么不同的是 PayPal是国际通用的 特别是欧美地区用的比较多 PayPal呢 可以支付美金 欧元 日元 加币等20多种货币 所以说 它在国际贸易的时候 应用是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说 PayPal是一种遍及的第三方在线支付 就像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支付一样 相比较传统的电汇 系列这些汇款方式 是要简便非常多的 第三个 Coreal 那么猛呼就是学了它 它是一个在线支持市场 它集合了许多的问题和答案 那么也容许用户 协同遍及问题和答案 那么它的一个创建目标是 挖掘出网络上 未有的一个危机知识 并赋予极强烈的社会媒体属性 想体验国耳版的一个猛呼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第14个 Gmail 那么Gmail邮箱 我相信大家都有 它曾经革新了电子邮件的一个领域 目前依然是最强的email系统 也是我们比较大家熟悉的谷歌出品 与谷歌全家桶协作 十分的一个方便 强大 简洁 安全 有效 但是很遗憾 我们在国内是无法正常的访问的 如果你不能流畅的使用魔法上网 那就不要瞎折腾了 假如人在国外 或者是你会魔法上网 那么我肯定是五星推荐 如果说不会的话 或者是在国内 那么就没办法使用这个最强大的email系统了 第15个 谷歌云盘 那么我们用户可以免费的 或者15个G的免费存储空间 同时如果用户有更大的需求 则我们可以通过付费的一个方式 或者更大的一个存储空间 因为它是谷歌的一个全家桶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谷歌账号 来进入统一的登录 但是我记得它是和谷歌邮箱 谷歌相册是共享的一个15G 对于我们一般用户来讲 是完全足够了 第16个 谷歌搜索引擎 那么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就用一句话概括 世界第一次做引擎 你值得拥有 好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 希望注意你有所帮助 你们也可以在下方评论一下 你们正在使用的一些海外APP 这样的话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提高一个认知 那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我会持续的在这里更新 关于我们的赚钱 以及服务软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